石川佳淳多次哭着要拥抱的男人,竟不是马龙,而是这个中国男人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今天来和大家聊聊这件事 众所周知,石川佳淳是马龙的超级小迷妹 可是他每次想哭着拥抱的竟不是他 而是他的中国籍教练蔡振华的师弟 就连无敌的伊藤美成也吃了不少苦头 从2018年伊藤美成强势崛起开始 29岁的石川佳淳作为日拼的一姐,位置岌岌可危 他的技术以及实力还是很好的 不过他就是缺少伊藤美成的狠劲 因此也没能突破自我,而且每次和伊藤美成交手的时候都会被击败 这也使得伊藤美成更加认为自己是日拼一姐了 完全不把石川佳淳放在眼里 不过这也勉强可以接受 因为在日本,他们更崇拜强者 伊藤美成就比较强,没他强的球员都入不了他的法眼 更别说比他弱一点的石川佳淳了 其实石川佳淳心里也很难受 随着这些年轻选手的不断崛起 他已经连续五年没获得全国冠军了 因此,关于石川佳淳的争议也已经持续了很多年 很多日本网友在网上发起攻击 要求他不要坚持,要给年轻一代让路 这些争议也使得石川佳淳跌入了深渊 就在此时,石川佳淳突然做出了一个决定 要求更换自己的主管教练 他的这一举动也震惊了很多人 石川佳淳今年已经29岁了 而且他的技术特点已经基本成型了 临时更换主管教练 也将意味着要改变原有的技能 因为每个教练的技术定位都不同 普通运动员更换教练都很不容易 那么对于一个技术已经成型的球员来说 就相当于要从零开始了 这时,日本网友都认为石川佳淳的脑袋被驴踢了 然而事实证明 其实石川佳淳的抉择还是有远见的 他临时更换的教练是一位中国人 他叫邱建新 估计很多人对这个名字很熟悉 他曾效力于日本男子乒乓球队 水谷笋以及张本志和都是他的弟子 而且还帮助他们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 他率领着水谷笋等人在男团半决赛中 战胜了国拼的许心 帮助日拼获得亚军 其实邱建新也是蔡振华的师弟 就蔡振华而言 只有少数人对此知之甚少 蔡振华曾是国拼的掌门 也为国家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人才 比如新任国拼总教头的刘国梁以及孔令辉 不过邱建新去日本当教练的时候 就遭到了很多网友的批评 但邱建新说 在日本当教练只是工作 不是不爱国 这个回答也得到了部分网友的支持 自从邱建新担任了石川家纯的教练后 可以说石川家纯进步神速 他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 在比赛中 当他1比3落后于伊藤美城后 他奋起直追 成功扭转局势 以4比3战胜了伊藤美城 这也是他5年来首次重返日本防守 获得单打冠军 夺冠后 石川家纯赶紧跑去拥抱了教练邱建新 可见他此刻的心情无法用言语表明 两人热情拥抱 石川家纯的眼里被激动和喜悦的泪水充斥着 当他即将领奖时 他再次被感动地拥抱了邱建新 这个男人也成了石川家纯最感谢 且多次拥抱的中国男人 不过 不开心的人还是有的 比如在比赛中顺风被逆转的伊藤美城 在颁奖典礼上他一直是黑着脸 而石川家纯领奖时开心地笑了 这次比赛的勇敢直追 离不开邱建新的细心培养和雕琢 否则石川家纯又会失败 我们都知道 其实石川家纯一直非常仰慕中国文化 而且帮助他最多的还是中国人 这估计就是因果吧 值得一提的是 邱建新在日本当教练这些年 一直坚持用中文和日本选手交流 更不用说 跟有着一口流利中文的石川家纯交流了 所以在日本当教练真的只是一份工作 最后 希望石川家纯的技术越来越好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评论 我们下次见